關節世界和YouTube的觀眾 大家好 今天我們請到袁爸爸和我們一起說一下 他就是風險投資家 我們都很關心恆大的債務問題 他350億的債務重組計劃宣佈放棄了 之後會有什麼影響呢? 恆大這件事對於中國房地產又有什麼衝擊呢? 我們請袁爸爸和我們一起分析一下 到底他做了什麼事 在節目開始之前先查一頓工商訊息 又到了秋冬 皮膚要補水才滋潤、抗酥老 之前曾珍推薦過一款非常好用的 德國玻尿酸面膜 但價錢也比較高端 很多人買回去用得很省 一早用一次 不過曾珍要幫大家找到另一款 韓國的Kate Guardians面膜 美容的效果 限時只靠一個星期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點擊以下的連結 進入了藍媒的優品官網 互吹限時85G的優惠 庫存數量有限前擔心時間搶球 袁爸爸 你好 各位好 各位 鄭爸爸 你見到上次我們分析過恆大 為什麼要去美國那裡 層次財務重組 你見到最新的9月25日 恆大宣布了已經放棄了 350億美元這個財務重組計劃的 未來會有什麼後續的反應呢? 其實他這樣等於不自救的 這個爛攤子是誰呢? 他就是被動的了 他現在已經沒有了 他已經沒有了主動的了 就是說那些債主 債主包括銀行 很多其它債主 那些人是主動的 他就是要求他們 去跟他們說 我選擇的 你們不要逼我破產 逼他破產 就是說去法庭申請他破產 你們等一等 先拖一拖 然後我接下來的幾個月 或者每個月給你多少錢 這些跟大二洞借錢一模一樣的 大二洞拿了一把刀來 你就要說了 我怎麼還給你 怎麼還給你 這件事估計就是兩三個月前 他就跟他們講點數 但是我就會這樣還 這樣還 這樣還 那他呢 個個都還有些希望 那些欠債的人 個個都希望 希望的樓市可能會恢復 會好回來 但是呢 我們就老早看到 就是我們搞風險 風險投資的人就知道 這件事情就沒有藥救了 整個中國破產了 就是欠債還不了 不只是你這個地產行業 整個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所有的行業都是背著一身債 而還不了 因為它沒有錢賺 那共產黨這件事情 它真是它所有的 它做的事情是政治性的 它那些項目 遮賣錢來做政治性的 這樣一拖呢 靠這個股市突然很好 或者股票升值啊 那它就可以賺一些錢 可以給一些錢 給一些錢 但是現在整個中國的經濟情況 就一塌糊塗 根本就沒有可能賺錢的 第一沒有啊 你看高鐵你就明白了 沒有可能賺錢的 那麼 賺不到錢就還不了 連息都還不了 所以它答應那些所謂債主的那些東西呢 就實現不了 連第一期 還第一期都實現不了 那麼它都很聰明的 它拿那些破產呢 搬去外國了 香港的話呢 實際上 只要一家人不同意呢 就可以逼你破產的了 就是申請破產的了 但是去到其它地方呢 就比較那些法庭呢 就沒有香港的效率那麼高的 就給你拖一下的 給你拖 拖幾個月 那麼有些人去別處打官司麻煩嘛 那就答應了你的還款計劃 誰知道還款計劃 根本就沒有辦法實現的 我們以為很多這個世界 還有可能還有一成人左右 經常都以為那個樓市、股市會恢復的 根本就不可能的 現在這件事呢 個個個都一心賺 但是根本整個中國經濟呢 沒有了美國泵水給它呢 就是根本就沒有得救 那關鍵就在那裡 經常都有人說一些其它的技術 你講是沒有用的 我們是講大錢的 最大的資本就是美國 一直在那裡撤資 那些資本走了 你水都不夠了 你的糖就乾了 現在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那你答應什麼都沒有用 就是拖撻都多餘的 完全答應什麼都沒有用的了 那麼恆大又沒有希望 所有的地產發展箱 全部已經死去的 現在沒有得救的 只不過這兩家還在外面頂 其他一家已經爆出來了 說了 那些名字一大研 可以說中國大謊話 差不多有二十家左右 大大小小的 碧桂園、恆大那是最大的 沒得救的了 這件事已經結束了 這個影響很大的 影響銀行 最慘影響銀行 現在這段時間招商銀行都很不定 你明白嗎?現在根本 中國最近收到資料 直接中國銀行 人民銀行 就是中國的央行 所有外匯都要控制 不准換 全部關閘 你說人民幣換了 以前都給你去買些材料回來 接著做些產品出去出口 這件事連這些門都要關 實在 很多人利用這些渠道 又是找些錢又出去 又說出去買料 出去買 原本買10元 又買900元 還90元就走了出去 這些門它都要關閉 現在所以恆大沒有希望的了 這個只不過現在它已經 那個計劃實現不了 即是說第一期還款都還不了 變成現在呢 現在整整一下那些人 信你也沒用 信有用 沒用 不信你也沒用 就算現在拿你的資產去拍賣 都不拍得太多 現在你的樓送給人都不買 真的 現在大陸實際多了很多很多樓 那些人又不斷拿出來上海 我的朋友又是拿了所有樓出來買 出來在二手市場那裡 哪裏買得去啊 沒有人接管 你上海的朋友很多層樓賣 他們是不是放多少錢? 放多少錢? 是啊 它先頭就減三分一 減三分一 減一下又沒有人買 現在差不多平均減到一半左右了 那上海人和香港人一樣的嘛 懂得炒樓嘛 一個人拿幾個單位的嘛 個個現在拿出來 北京那些人又拿出來 個個都拿出來 以前就是靠炒樓打算發達的嘛 所以恆大是一個標誌性的 是嗎? 如果它不夠 那現在大家就是 會不會中共是逼恆大破產 去出手去買了恆大這個資產呢? 會不會這樣的結局呢? 如果不是它這麼多債 還有這麼多人 會不會引起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呢? 已經不穩定的 非常之不穩定 還有老實說 真是沒有人能夠救到它 我舉個例子 最後最後什麼呢? 譬如中共說 滴氣心肝 可以印十萬億人民幣 令到市場活化 不通的 它這邊呢 全世界在推進人民幣 做儲備呀 又被外國人有用呀 外國又用它人民幣 你這裡印這麼多 你就破壞了那個計劃 就是全球希望人家多些用人民幣 你這邊印多了十萬億 阿里比基金十萬億 那整件事就散了 它說就容易說了 你可以人民幣可以印 但是你一印的話呢 就拿人民幣就破壞了 以後都沒有希望 全球沒有希望 而且很多金磚國家靠你人民幣 以為真的有信心 願意收你人民幣 如果你這樣印發 人家哪裡肯收呀? 以後買石油呀 買天然氣呀 買鐵礦呀 全部不肯收的了 所以它這件事說的容易呀 實際是做不了的 是 但是你看到它呢 就是 它前CEO和CFO都被監管調查的 那會不會 中共會對恆大的人呢 包括許家印 他們的安全問題怎麼看呢? 不是 它不能走的了 這些高管一個全部不能走的 叫做天空 全部不能走的 去到機場那裡 實在黑名單不關你回家 它又不抓你 叫你回家 那這幫人呢 實際呢 它幾度壓力的 債主又債主壓力 接著你以前呢 當然有做一些不規矩的 你上市公司很多事情不能做的嘛 而且就算你做了 你要披露的嘛 當然沒有啦 所以犯罪就犯得不清楚的了 每一間都是 老老實說每一間都是 那整個國家根本就是不守法的 地方政府也是這樣 中央政府也是這樣 一看就明白了 那全個國家那些所謂的資本 以為我們以為是資本 原來全部借回來的 就是我們做生意 你今天出去做生意 當然是自己應該有一定的資本的嘛 可以借一部份 但是它原來全部都是借的 借到突殺 有機會它就借 借來根本就在賭錢 它不是在賭生意 做生意要有一套計劃 靠它賺錢 賺了錢要還一些利息 就算借回來也要還一些利息 一定要派息 他們那幫債人呢 借得賭多少它就投多少 變成你去賭場賭錢 原來你的賭本都是借回來的 現在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真的 所以你怎麼沒得救的 政府連政府本身都在做這件事 政府本身借外匯 在香港不是借了很多外匯的嗎 本身都是在做這件事 所以袁爸爸 我都好奇 你那時候在大陸投資那時候 最多人賺錢 發得最大的是地產 房地產 為什麼你那時候不投放地產的項目呢? 不是 不是 我們做那個高衣服球場 實際上都很想做地產的 後來呢 我退出了之後 他們是做了地產 救了它 我記得那時候差不多200 即SARS之後 整個地產 大陸的地產就開始崛起了 那他們救了 先頭很不行的 先頭97之後呢 整個我們那個官藍的官員工場是一頭糊塗的 就是那時候真是死了火的了 那你知道股票又不行了 那怎知道後來呢 2003年之後SARS好之後呢 開始地產起了 那它就賣了很多出去 賣了出去就給了一些債 又是賺到一屁股的債 我1996年我就退出了 就拿了錢去了美國 就沒有留在那裡 所以我整個所謂 那時候什麼什麼風暴那些 我就沒有我的份的 我就去了美國 我在美國那裡都蠻好賺的 但是你為什麼不投房地產呢? 你知道中國和香港 房地產造負是最大的效益 很多都是做什麼行業 都是掛著那個房地產的 甚至房地產都是拿來炒其他的行業都有 你看恆大還有搞了汽車 為什麼你不把它做大做強 就是做了財產呢? 那個高爾夫球場就是那個局來的 你知道高爾夫球場有的是地嘛 而且你的屋呢 不管你高的樓或者低的別墅呢 你在高爾夫球場旁邊 那些球道旁邊是環境最好的 看著那些綠草啊 接著別人打球經過啊 就是那種是最好的價值啊 實際就是高爾夫球場旁邊的 環境也好 是不是? 那裡面又有會所 又有保安什麼都有 那這個項目就是這樣做的 那後來做了一點點 他都做了做了算是不算少少 都做了那麼長 是吧 希望還了一些債 但是再做下去呢 而且深圳 深圳決地決到不得了 我們那時候買了過一萬畝地 很便宜啊 在灌蘭和一路買到去東莞那邊 差不多買了很多地 而且這個變成全世界最大的高爾夫球場 變了很多地 很多球道旁邊的地全部可以做地產的 根本就是做到的 但是後來就發現 這些又是了 你是香港人就差了點了 他說那些地呢 原本是種果地來的 或者是什麼地來的 他不讓你變成買得的地 如果你在大陸人就不同了 你又花這個錢 香港人的膽子都是不夠大陸 你怎麼夠膽子 好像去什麼恆大 去家人 是的 那我們就只是少少益一下這個 找個國安國土局那些人就出去 找他在泰國玩啊這個那樣 就是我們做少少 真的不夠他那些 他那些銀行也是 那些政官員也是 就是賣通他們夠膽的 大陸那些 他本身是沒有錢的嘛 我們本身有些身家的嘛 那當然不敢犯罪犯得太厲害了嘛 但是老實說 在大陸做真的沒有一個沒有犯罪的 這個講老實實話 但是我們不夠膽 不夠他有膽 所以他就拿地什麼都可以搞得好 而且搞不定他都照樣做 然後就買通這個 我們老實說 十分一個膽都不夠他們 那袁爸爸是不是在大陸做房地產 一定是官商歐斯基的了是嗎? 是啊 你那些官員幫你 給一張證件容許你蓋樓 或者那個屋地 它畫了一些線 你可以蓋樓的話 你當然要儲回它的嘛 那儲回它就給它了 所以為什麼那些官員呢 那些村長 鎮長都發了大膽 變成了億萬富翁 所以比起香港 那些人跟著都很聰明的 那些人拿樓買了 跟著一家人就搬去加拿大 多數是去加拿大 加拿大那天很容易 所以走了很多人的 有很多人我都認識的 那看到那些好實 尤其是在廣州市附近的那些小地方 哇 發得不清不楚 因為那些地鐵一去到 它那幅地就值錢的嘛 就隨便跟那些地產佬分樓給它們 一分很厲害的 每個人拿十個 十個單位 二十個單位 很遠的 那全部有數講的 那變成你離開廣州市 遠的地方呢 管就少了 但是後來整個廣州市 你想一下確中 一直去到黃埔區啊 去到很遠的 增城 去到增城 去到很遠 那個範圍很大的 那這次呢 這次那個所謂那個 那個房地產這個行業呢 中國人就發了很重要 但是後來進來的那些呢 買樓那些 炒樓那些 現在都算是賺了那些樓都起了 但是就整整一下就沒有了 現在就已經是水尾了 沒有了 水尾都沒有了 現在真的沒有水了 那麽多乾淡了 那變成買不出了 你就算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夠 願意不怕損失的話呢 你省了那些40左右 那就很容易賣 如果不是真的賣不出了 拿著 要有時間去拿 那香港的地產商 如果在大陸土地那些 那些就會損失會怎樣呢 你覺得這次這件事情 對香港的地產商的影響會怎樣呢 香港的地產商在大陸都遮很多錢的 不是 譬如問題比較大一些 有些資本大就可以自己頂一下 譬如那個瑞 什麼呢 羅康瑞那家 瑞安 是不是叫做 是啊 瑞安 那些就慘了 你記得那時候他很成功 新天地嘛 新天地很成功 但是他那個膽子又太大 他們潮州也很夠膽的 那又是去到盡 因為新天地太出名了 全中國各個大城市都要搞真天地 那哪有這麼多資本呢 又借錢給他 借錢要還的嘛 他求你那時候就好像很信 當你還不出那時候就沒得 這個世界很現實的 現在就很麻煩了 現在有幾家都不出 連新世界都開始有問題 都開始有問題 所以我們很多朋友都一聽他們說的嘛 你變成香港本身 你再借就借不了了 現在你再去跟銀行安排 沒有人敢借錢給香港的 那些投行都整個在這裡退出著 那你說好像李嘉誠那些當然有辦法 他是全盤的 全世界的投資來的 變成他可以互補 那些可以擔保香港的 但是很多地產 只是在大陸和香港 兩個市都是死火的 是 所以李嘉誠呢 他的身家呢 人家都是跌的 他還是上漲的 三十億美元那樣 所以你怎麼看 其實這次恆大事件呢 其實有些什麼 對於重傷之道呢 有些什麼的見識呢 你自己都是過來的 不是 真的 就是個個都去到盡了 這次真是大鑊 我說實際上香港的大家不出聲而已 就是出名 出聲就做地產那些出聲之後 不是更慘 三分鐘人家又不買那些樓 又不租那些樓 銀行就要收錢 就是收回水 很慘啊 現在很慘 慘到不能出聲了 大陸那些已經是被你們看了 知道 等於水退了之後 就是個個都沒有著褲的了 但是香港的那些還在遮遮掩掩 還在遮遮掩掩 但是都是慘的了 沒有啊 這件事沒有 香港沒有了 香港這個金融造成 除非共產黨解體 如果不是香港是光復不了的 這個大家要清楚 真的要清楚 但是我今天都是 跟那些美國那個保守派 美國有一個很出名的 今天我去跟他們用我的演講 那個叫做傳統基金 很出名的 就是最保守的了 那個傳統基金的主席都在那裡 大家就是講到 就是知道這個事情 他問其中有一個參加 就是以前特朗普的一些官員都在那裡 他說我們對香港都不知道怎麼辦 他們一直都沒有 就是他們想救 想幫 香港在政治上面 如果說幫到香港 是對他們是加分的 根本不知道怎麼幫 不知道怎麼幫 我說我都有一些辦法 我有我的辦法了 我約了他們明天開會 就是現在那個問題 美國對香港已經基本上 都已經是放棄了 我們就拼命想了 當然是為了香港自己的家 但是他們已經不想了 他們覺得不如集中力量在台灣 或者其它的菲律賓那些 對香港基本上是放棄了 是的 所以香港的經濟都會繼續差 好的 多謝袁花花 我們今天先聊到這裡 下次節目再聊 好 多謝你訪問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